另外的話第3次 那今天第4次 重點的話你可以看到 不外乎就是151的刮斧自傳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基本上 主要就是把刮斧裡面的資料 從A欄提取到B欄 用什麼方式比較簡單 另外它還有一個需求 就是有刮斧跟沒刮斧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要用TrugPT幫你產生公式的話 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用了幾個 當然我們第一階段是請他幫我產生公式 有沒有OK發現其實還蠻OK的 只是說你問的時候 恐怕要分階段去詢問他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 他有的有刮斧 有的沒刮斧 所以我們變成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正常的是有刮斧的 那你可以先從正常的開始問他 如果說异常的話 他會產生一個僅Value的錯誤 那你要怎麼辦 你也可以問他 他會分別幫你產生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用TrugPT產生 之後的話 大家得到的答案 他第一個 會用那個file函數 這個file函數很重要 另外特別注意 我發現TrugPT除了用file函數之外 也會用search函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file跟search 雖然好像兩個函數 但實際上 他兩個的作用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說老師一模一樣 為什麼要需要兩個 其實最大的差別 你們自己可以看一下那個說明 最大的差別是 file這個函數 他有區分大小寫 英文 search的話是沒有區分大小寫 OK所以其他都一樣 因為刮鬍其實跟大小寫無關 所以你用file用search都OK 所以如果假設TrugPT 他給你用search 那沒關係啦 你用search就OK 再來的話 最主要是用這個 me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最主要就是透過他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用file 因為me的函數 他主要會需要有三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哪個資料 就是 A欄的 資料 然後第二個資料是從哪個 哪個字開始取 取那個 你要的資料 第三個參數是要幾個字 所以呢我們不知道說他的刮鬍在哪裡 所以其實 為什麼需要file函數 主要就是說 我們可以通過file 去找到 刮鬍的位置 那刮鬍的位置加1 那就是後面要取的資料 有沒有然後呢 再去找後刮鬍位置 把前刮鬍位置 再剪掉前 這個 後刮鬍的位置 再剪掉前刮鬍的位置 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算出他裡面有幾個字了啦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 主要就是透過這兩個函數 然後呢 後面如果發生錯誤 會多增加一個叫ifl的函數 OK 所以這上禮拜有講到 所以細節如果不太清楚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看一下 底下有完整的 影片說明 細節我就不講了 然後呢 再把它改成 VBA的 Function 程式 你會發現 以往呢要做這件事情 把那個公式 變成VBA 這件事 那真的是蠻困難的 對於完全沒寫過程式來說 那簡直是 非常非常困難的 但是因為有 Charge P 我覺得真的蠻厲害的 你只要把那個 邏輯告訴他 其實因為前面我們已經講過 其實只要跟他講說請幫我改為什麼 VBA的Function 程式 哇他瞬間幫你寫出來了 而且是正確的 OK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那個AI真的蠻厲害的一個部分 等於是說以往 你要學VBA這件事 其實花的時間還蠻長的 那當然如果有Charge PD的話 這件事情 其實你是可以省掉很多力氣的 然後上個禮拜還有講到有一題是什麼 那個 152 有沒有 分別擷取 長 寬高 那跟151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151是一個刮鬍 那152的話是三個刮鬍 長 寬 高 所以我們一樣用那個Charge PD怎麼樣 幫我先產生那個 公式 不過後來發現公式好像自己打比較快 有些有些東西 我是建議啦 雖然他可以幫你產生 那簡單的東西你就不需要 我要每次都要問他一下 那這有點是 我覺得是本末導致啦 最好是 公式函數這些你也都熟悉 然後呢 GPT你也 Charge PD你也都熟 那當然兩個你可以 去取捨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改寫成三個方向 有沒有三個方向就是一個長一個寬一個高 那就 插入函數 有沒有 使用者定義的 然後 長寬高 當然啦 你變成要做三次 所以其實最好是什麼 把它改為一個 有沒有一個 Sub Sub就是一個按鈕按下去 長寬高 分別就 幫你 把它完成了 OK 那這個上禮拜的重點 所以 其實最難的我覺得還是 應該是在什麼 在如何 跟 Charge PD溝通 OK 讓他知道你 到底要做什麼 OK 另外的話 剩下就是他產生的程式 你要知道貼到哪邊 那如何執行 最後呢 如何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其實就可以了 OK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當然一樣 最後存檔的時候 一樣要存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所以我們上禮拜存的是這個 所以他一定會有個驚嘆號 副檔名的話呢 一定是什麼 XLSM OK 所以這邊的話是 這個跟這個 這個 152 然後打開的時候 一定要啟用內容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沒有啟用內容的話 有沒有 你按這個按鈕 是不會work的 你這個 一定要按下去 把它啟用內容 有沒有 然後上禮拜 最後是做出 這個Sub 按一下 有沒有 這個不見了 再按一下 這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 假如每天都重複做這件事的話 當然我想你應該會蠻喜歡用這樣的方式 再 處理一些問題 有沒有 很多事情都重複你 不知道每 每天都慢慢來 有沒有 當然你用公司也可以啦 這公司真的是還要再想半天 最後的話呢 變成說 你這個公司 非常冗長 我覺得應該 這麼長的公司 我想你應該 不太 樂見啦 因為你剛看到 這麼長的公司 雖然也做得出來 但是 可能還是蠻花時間的 另外的話 151 有沒有 啟用內容 所以記得喔 將來 另存新檔的時候 一定要存存這個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記得喔 這個存檔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存錯了 你的程式就不見了 這個地方 一定要記得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個選項 那另外 存這個 格式有個缺點 就是你將來 開起來都上面有個啟用內容 你一定要把它按下去 如果你沒有把它按下去的話 你將來按按鈕 它會出現停用的狀態 OK 像這個也是一樣 刮鬍自竄 所以這個如果 上個禮拜講的 假設 好像是懂 非懂的話 我是建議回去 再把這個題目打開 自己再重做一遍 這樣會 比較 我想你應該會比較學的 比較完整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繼續來看 後面其實還有幾個題目 比如說像這個 101 103 這個的話呢 打開101好了 待會請各位幫我打開101 然後 啟用編輯 然後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那其實呢 他這一題 的主要需求是在 這邊 這個其實有答案了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所以待會 你們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 主要可能會用到 提示的話 會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的話呢 其實是LAPT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用LEN 跟LEN B 然後還有什麼BIG5 ASC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參考 把它DLETE掉 邏輯的話很簡單 主要就是我要提取漢字 就中文字 那也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 剛好中文字 都在 最左邊 所以還好不是在中間 也不是 散亂的 不是說什麼資料庫 剛好什麼放在 中間 那就麻煩了 那如果假設說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幾個字 把它放到 B欄的話 OK 但是特別注意 不是 什麼 用 這個這個 不是叫你用選取複製的 因為你怎麼知道 剛才這三個字 這還好 三個字 那這四個字就不對了 OK當然呢 你第一個可以想到 你可以用LAPT 插入函數的話 有沒有 然後呢 你可以用文字類的 有沒有 現在我們還在文字 文字類裡面的 左邊算過來的話 是LAPT 所以這邊有個LAPT 好 那LAPT的話呢 當然喔 如果假設以這一題來看 應該LAPT的三啦 因為三個字嘛 可是如果你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那不對啦 因為有的三個字 像這個四個字 所以如果是的話 你總不可能說 老師我改一下公式再打個勾 也四個字 那這邊的話呢 也是四個字 那你改不完吧 如果這邊雖然只有幾筆 還可以這樣改 可是如果假設 你的資料非常龐大的話 那就 不太可能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要什麼方式啦 那當然呢 我問了ChargePT發現 他好像處理那個什麼 中文數字英文這個部分 如果假設 不是用VBA來處理的話 他好像 很多問題 好像問了半天 他好像都沒辦法正確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如何 把這個中文的部分取出來 OK 那當然不用把問題太複雜了 我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